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眼这东西 有两个说有疑问 有一个说这东西不错 所以现在我心里有点迷茫 于是他就决定让多年的朋友老陈再给长长眼 老陈是一家瓷器杂像店的店主 入行也有二三十年了 由于小陈多年的光顾 这一来二去两个人也成为了朋友 小陈非常相信他的这位老大哥的眼力 当时看着还行 回家怎么说呢 越琢磨越觉得有点不对的地方 您得看看呗 您这么多年的经验了 帮兄弟个忙呗 这不对啊 你这买东西跑别人这买电 让我给你长眼 这点成啊 跟您在也不是没买过东西 你买东西那也不行 这个我可能不能看 怎么就不能看了 这东西我跟你讲 你买别人东西我没法给你看 虽然两人认识多年 但是小陈的确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他的这对龙门盘 并不是从老陈这买的 这行里边好多东西你不知道 好多东西都有 其实你给他看对了 他有时候又这不对 这对 咱们这眼力又没了 咱们这又不就 人家一说 这老陈给看的 他说这也不行 你爱听不听 我不管不坚定 你呀你 我不给你看 看错对我不知道 我也不管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你要这位你别理我多吵 我也不懂得看这事 您说的这么绝交 对 你爱哪哪哪看去 确实没有想到 他的反应这么激烈 而且我们俩也吵起来了 可能作为他来讲 和作为我来讲 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不同 他是因为他在这个行内 我是只是作为一个收藏者 你说陈哥 你说机能缺五万 我帮我可以给你 对吧 这个不行 说陈哥说 你那小喝酒 说那哥儿姐一块 说喝酒 咱一块聊一会听 这行 说你要下去 说陈哥 说咱们一块 说那下咱们一块 说咱们一块看看去 说咱们给咱们一块看去 这行 就是在没有买的情况下 对 你没买的情况 你没拿过这情况 这可以 可以去看 咱们一块 运作这个 做的生意都可以 明白了吧 小陈说什么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的朋友 这一点面子都不给 这样他有点下不来台 我今儿这块 我是不给你看 今儿我画料了 你要不过看 我就还不走了 你走到哪儿 我跟着你 你走不过我不管 你这样去哪儿 我跟着你来 你这样吧 你听我说 你今儿就必须给我看 你这样我告诉你 你要听啊 你要听陈哥的 你就听我的 我给你找个专家 你去看 你让他去 而且他保证告诉你 行吧 整直了这么半天 最后老陈还是建议 找位专家给看看 瓷器与一般的文文品类 还不太一样 瓷器文化历史悠久 它包含了太多的知识和门道 涉及人文历史瓷器文化本身等等 这些知识绝非一两天就能掌握的 必须要靠多年经验的积累 才能有眼力的提升 这也证实为什么都说 瓷器收藏是有门槛的 但是除了依靠演艺学的人文鉴赏之外 我们听说还可以利用现代科技的方式 鉴定瓷器 这是真的吗 藏有小陈的这对 道光款青花繁红龙纹盘 又到底是不是清代的老物件呢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科技鉴定专家 关海森来做这个实验 先用这个简单的一切 关海森首先拿出的神器就是这个 这又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这个显微镜 先看一下它的足圈 原来这是一个30倍的便携式显微镜 用它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瓷器胎体本身的很多秘密 它这个足圈还可以修P 表面有一些这个副轴 就是说胎的P胎特别干爽 这个底竹上面呢 它有一个膜 就是像饼干一样特别完整 也符合着骨瓷的特征 现代的瓷器在烧制的过程中 会留下现代的工艺的一些痕迹 古代的瓷器都是用柴火腰烧制的 而现代瓷器很多都是采用电气化的方式了 那么关海森刚才提到的 现代工艺的痕迹在显微镜下 会是什么样呢 随后他拿出了一个 用现代气窑烧制的标本做对比 我教大家一个 就是看这个瓷器底竹的时候呢 当你发现在显微镜下 这个瓷器下面这个足圈上面 就像我们说的像鞋底子上 有很多密密麻麻 很均匀的白色的 或者是黄色的小颗粒的话 这个东西是必假无疑 肯定不是老的 为啥呢 这里面有个就是说工艺问题 关海森告诉我们 传统烧窑是把瓷器放在一个霞波里面 一件瓷器配一个霞波 以保证瓷器的质量 但是现代防品为了批量生产 节约成本 就把瓷器像这样 一件挨着一件的放在棚板上 为了避免底足和棚板发生粘连 就在棚板上撒上一层耐火材料三氧化二驴 跟擀饺子瓶撒薄面一个道理 等到初遥之后 经过化学反应就变成这些黄白色的小颗粒了 古人没有氧化驴粉 所以发现这种小颗粒一定是现代方品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件青花繁红绒纹盘 它的底足确实是相对光滑的 没有发现这种黄白色的小颗粒 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能断定 它是古代的瓷器吗 另外我刚才看这个龙的 它堆积比较厚的那个地方呢 它那个图案的面上 在显微镜下看 看起来就像那个烂墙皮 就老墙皮上有脱落有分化有啥的 所以这件东西呢 就是说我感觉 就是拿仪器跟我们数据库比对呢 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东西 关海森通过显微镜下的观察对比之后 进行了初步的判断 但是在下最终结论之前 咱们再回到刚才发生争执的老陈和小陈这边 话说老陈为什么就是不肯帮小陈这个忙 除了行李的规矩之外 老陈私底下告诉记者 他觉得有点疑问 你看它这右色 它这右色的光泽 而且它这个龙 你说这龙你看这点 多臃肿啊 不活灵活现 你看这款 这款的颜色 这都是一眼活的事你知道吧 应该是什么颜色呀 这应该比那小重 你知道吧 它有点淡 你知道吧 一看就是 就怎么说呢 这跟你说 这一看就 反正不舒服 不对 但是我跟他更不能说了 为什么我不给他看 就在这呢 经老陈这么一说 记得顿时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老陈虽然不是专家 但也是入行多年的行内人了 没想到 他竟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样一来 到底谁说的对呢 既然有了疑问 咱们就要弄个明白 于是 我们又找到了瓷器专家 片儿白和范海洋 说句实在话 真不错 真不错 古兆龙纹 这边啊 二龙 背面是二龙细珠 对 中间一条团龙 也叫形龙 而且这样的 像这样官友很少见啊 今天一下 官友也不是很少见 反正这能保存那么好 还是本不错 对啊 你瞧 片儿白上来就是一顿夸呀 听得苍有小陈 很是高兴 看来有戏呀 就在我们以为 这对青花繁红龙门盘 是道光本朝的官友 没跑的时候 却不了片儿白 突然画风一转 见着官友 我觉得也很高兴 谁说就是这个官友 他说的 这难道真的有问题 什么意思 这里画有引擎啊 这对盘子是 大开门的 官员 心疼 心疼 新东西 大开门的 新火 现代工艺品 是现代仿的 现代仿的 你说高仿嘛 有点 不是 您不是在开玩笑 您看他都出汗了 我不 我不开玩笑 不是在开玩笑 是吧 这可真是一会儿天上 一会儿地下呀 想必这个时候 龙文盘的主人 小陈的心情 才是最复杂的 接下来 我们看看专家范海洋 又是什么观点 他整个的盘形 肯定也是官员 这种知识 因为民谣的盘形呢 它是往下查的 这个是没问题 从这个款式写的法 包括这个龙的画法 包括这个气形 这都是道光观摇 这种标准 标准 但是有一样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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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的观点呢 像这对盘 至少不是道光本朝的观摇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一件 近些年高仿的东西 高仿的多少分啊 应该说高仿的 没想到范海洋 看过这对龙文盘之后 也认为它是现代方品 三位专家给出了两种 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可如何是好啊 但是没关系 有句话叫 真理越辩越明 下面就来仔细听听 各位专家都是怎么说的 道光的青花是最有特点的 为什么呢 道光的青花是发土灰色 你可以看看历届拍卖 历届的这个青花的颜色 道光的 反正道光一最大特点 就是发土灰色 范海洋认为 这对龙文盘上青花的发色 过于明艳了 并没有传统道光年间 青花颜色沉稳的感觉 为了看得更加清楚 范海洋特意拿出了一件 道光年间的藏品做对比 你看这种青花颜色 它蓝中带灰 它不是说很那种特别鲜艳的 但是你看这个牌 咱们可以对比一下 你看它的颜色是鲜艳的 至少它不是代表 道光时候的颜色 道光颜色一定是发土灰的 我认为这个青花的发色还可以 不能是单一的 就是说好像是过去 是标准化生产的 道光的时候必须是什么色调 我们去博物馆看去 一样的摆在一起的一段的盘子 颜色的差异都有色差 为什么它道光时期的青花 都会发土灰色呢 它可能当时这个骨料 陶链就是这种技术 可能陶链里边含杂质多 杂质多它画完瓷器上 然后发出的颜色 可能就会表现出土灰的这种颜色 这个是它一个时代特征 至于青花的发色 两位专家都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同时我们也查阅了相关资料 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到 历代青花发色准确的描述 和记载的答案 你看这个云朵和这个云朵 咱们给它放大看 就这个云朵 这个云朵就是这个画工手不熟练 它抖不抖咱不说 它不熟练 你看这个云朵 在画的过程 在画这个弧线的时候 出现了 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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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就出现了断 不流畅 断 就好像就不是那种 不行云流水 过去道光时期 观瑶好 道景的认 绝对得是老师傅 它不可能让一年轻的 像一新手 说你练一练吧 给道光皇帝练一练 这不可能 那都得是履类的时候 它来画 经片二白这么一说 我们还真是发现 青花云朵的线条 似乎出现了断笔 那么如果真的存在 这种断笔不流畅的现象 就一定不符合 观瑶的画工吗 我认为这个云朵 因为它不像画这个动物 画这个花朵 你画的时候要求 云它就是本身在大自然中 没有形态的 所以就是说 让什么人画的画 画的云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很随意的 就不用 脑子里就是 你想画什么样 可以很随意的 不用刻意的 画的像不像云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说 应该看起来 笔墨呀 还是我感觉还是 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 我感觉 反正我是画不了这么好 让我来画 为了进一步 佐证自己的观点 观海森再次通过显微镜 对龙纹盘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没想到这一看 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另外呢 它的膜 膜层上就是没有 又这个PT上呢 有很多成年的污垢 有的脏东西颜色发黑 有的发黄 有的浅 有的深 有的呢 你看 深入到PT的 就渗到里头了 有的呢 是浮在表面的 这种垢 叫熟垢 就是熟了 煮熟了 这种黑的呢 叫深垢 也就是一个瓷器的PT 表面深垢跟熟垢 并存的现象 就证明这个PT 肯定应该 这个部位肯定是老的 但是对这种说法 范海洋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咱们建议院中 一定要看本质上的东西 你比方说人工做旧 它可以把那个土 给你放在胎里边 用特别细腻的土 但是呢 如果说一件老瓷器 那么我拿八四 给你拔得很干净 它土没有了 你也不能说它是新的 所以那只是一个借鉴 但是不是起到绝对的 就在这个时候 PT二白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如果一旦它的这个说法 得到了印证 那么这件瓷器就百分之百 属于现代方品无疑了 这会是什么呢 就说如果说一排盘子 或者说两条龙 你看那两条龙 从鲁工须到龙爪 它一丁点都不差 都不差 这是天然的 这贴上去的 一听天然白这么说 在场的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 拿着这对盘子 里里外外 仔仔细细地打亮起来 此时 关海森也再次通过显微镜 对繁红龙的部分 进行了分析和观察 究竟盘子上的龙纹 会不会完全重合呢 可以看到在它的边缘上 毛毛刺刺的 它的颜色有浓有淡 而且呢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笔画线条来说 它有很多像刷子刷过的痕迹 这就很明显这是用笔画的 而且它堆积的你看 有薄有厚的 说明这个就不是贴花的 是传统的手工绘画 就在这个时候 范海洋又提出了一个质疑 他认为繁红龙的发色 也不太符合 道光本朝的时代特征 这个繁红龙 它这个跟那个 道光本朝的 一定道光本朝的 那种颜色发紫红 这个发粉红 所以就差细维之中 是粉红呢 它的原因是这么两个 一个是胎子比较干净细腻白 称出来的就比较粉红了 这是一 第二呢 在检测的时候 恰恰很重要 发现一个啥呢 在这个龙的这个头部呢 发现一个摇 就是一个摇汗斑 摇汗斑是啥呢 你看这个点的 这儿有一个点的 这个很重要 就是这一点给我提供信息 它最起码它是用霞剥烧制的 因为我们在柴咬 烧霞剥的时候 有时候呢 它会有一些这个霞剥 在高温下会发生一些炸裂的 它有一些东西 就会飞溅到这个气壶上 或者滴落到这个气壶上 要这么的话 是滴落下来的 滴落下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过去人烧的时候 可能要拿手 可能是个霞尸瓦 还被人为的 你看打掉了 从打掉的面上来看呢 它有这个 有年纪的 你看它比较浑圆 而且它附着了一些东西 这种繁红龙的材料呢 是一看就是现代的 这种繁红 因为什么说现代呢 它这种颜色发飘 发粉 真正老的这种繁红 是发厚重 而且发紫 就是红中发紫 实际上这就属于 所谓的不沉稳 它没有厚重感 所以说它这个 也是现代的繁红 历来鉴定瓷器说到 发色的时候 判断起来都比较难 争议也比较多 就是因为 每个人对于颜色的理解 是不同的 更多的时候 凭的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常年经验的积累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我个人看着 有点出入的事情 它这太一标的 结合过这火之红 你可以看是太大了 太多了 这个是 应该像这种 关窑这种火之红 应该就是淡淡的一点 这一大片 就是没有火之红 肯定也是新的 但是有火之红 过于重 也不行 通常认为 火石红 是鉴别古词的重要依据 传统认为 年代越早的瓷器 火石红的颜色就越深 因此 为了仿冒老瓷器 经常会有做 假火石红的做法 但是 形成火石红的原因 有很多 太土的细腻程度 含铁量的高低 烧摇的温度 等等因素 都会影响 火石红的多与少 这个问题非常好 一般的火石红的 仿制有这么两类 一类呢 就是瓷器烧完了 它并没有火石红 怎么办呢 用些颜料 用些这个笔啊 什么的 用些红泥了 你看 在上面给它 涂刷一些火石红 那么 还有一类呢 就是在烧之前 你看 直接在液体里 就是在这个底座上 像这个 拿那个液体 就是含有铁盐的东西呢 等等的给它化 那么 这些东西呢 我们看了一下 都不符合这两种 就可以说 它没有固性 它自然泛出来的 长出来的 所以还是合理的 它这个也并不是很重的 咱们可以让它 食物对比 你看 这是一道光的老碗 你看它 它也有了结合过 这个火石红 几乎是没有 而且顶多 看一个淡淡的黄 但是你可以看 它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呢 它是有一圈 特别严重的 而且这黄的呢 并不是很自然 它这个火石红 是过于严重 实际上像这么细的 胎 它的火石红 应该是 似乎感觉不到是有 但是你仔细看 能看出来 这个不用仔细看 马上就能看出来 为了进一步 证明自己的观点 关海森对龙纹盘 再次进行了显微观察 当显微镜慢慢放大到 三十倍的时候 关海森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盘子心里 我们看到了啥呢 一根一根的短的划痕 这种划痕呢 如果在一季 跟我们数据区比对的时候 能放出来 这根划痕 时间早的跟时间晚的划痕 颜色不一样 光子也不一样 就是说明 这就像有时候 我们在开玩笑 平时就像一个人脸上的皱儿一样 所以这是个百岁老人 他们脸上皱儿 有的是五十岁长的 有的是七十岁长的 有八岁的九十岁的拍摄 自然的分布了 而这个就是 一般情况相对 五官窑 可能划痕应该很少 因为它并不是食用器 它完全是沉色色的 那么这个划痕呢 生浅 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 不管深的何浅的 在华痕的上路 一定有正错纹 按说这一段青花 繁红龙门盘 并不是食用器 而且保存的又非常完好 那为什么在盘新处 会发现华痕呢 难道是人为作咎 作咎往往呢 它在采取的地道手续刹栏 首先要把表面的光 走给它去掉 去光的方法一般 什么三位我们调查过 一种就是人家早期呢 用这个砂纸的 用硬的东西打磨 它的表面会形成 我们这个数据库里 你看一组一组有规律的 而且呢平行的 方向是一致的 这种一组像毛刷子 刷过的那种痕迹一样 当一瓷器满身布满 这种痕迹的话 这是典型的物理方法 作咎的瓷器 你要注意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会把表皮 表皮的一些肉的溶解调 在显面镜下 就表面形成了 很均匀的那种点状的坑 其实都是小坑 发现这个东西 它就是叫化学作咎的 所以呢 这个瓷器 应该是没有经过作咎 那么这个东西 我基本上倾向于 是清代的东西 老东西是没问题 三位专家经过 反复的分析对比之后 对这一对青花反红龙温盘 到底是新是老 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过瓷器限定 历来都是比较有难度的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 有不同的观点 有冲突 也都属于正常 也许这就恰恰是 瓷器的魅力所在 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对这一对青花 反红龙温盘 有不同的想法 也会